紅毯捉妖記 捉熊貓 佳輝合體學友 歷史性一課 兄弟黨張學友張家輝終於合體啦 昨晚赤道劇組全員到齊 出席北京電影節閉幕紅毯 兄弟衝鋒感觸極深 歷史性的一課吧 這閉幕紅毯非常盛大 卡超多 舉行雲集 流星星星下得更好的 огод 怎麽說熊貓到底為何 大哥要帶兩隻小貓走紅卡 這個是我的一個慈善熊貓 他跟了我78年全世界跑 熊貓很忙的 今天晚上的北京電影節之後 晚上換一個飛機 3點46飛機大力 去自己去跑湊場嗎 來呼吧 這又是換掉柯正東重拍的 電影《追妖記》裡面的妖怪 還掰掰 喝得口溝都白漏了 因為風頭都被搶走了 真正的妖姬 你真是嘎嘎嘎 這60歲你長這樣 有光臨很羨慕的 一般就是保持健康的身體 飲食又均衡 還有就是我自己是比較一個 注重做規律的人吧 我的Online意思就是天生地址啦 好 隨便當席者 學名做公益 獨家爆料給蘋果 請寫作 照片1000元 影片2000元 最終於指定的實戰機構 你爆料我捐款